目前鬼灭之刃漫画已经完结 最后说到鬼杀队和十二鬼月正在进行厮杀 鬼杀队以惨烈的代价击败了十二鬼月最强上前三人 分别是黑死木、铜魔和一窝座 其中黑死木和一窝座实力强大 在被鬼杀队轮番针对之后 依旧没有执迫被斩首的陷阱 若不是在弥留之际黑死木和一窝座选择放弃 不然他们未必会倒下 而相比之下 铜魔却不能突破陷阱 不仅让人产生疑问 对于突破陷阱 明明铜魔是上弦 而为何还不如上弦三一窝座 首先 两人实力提升的方式不同 先说说他们的实力对比 一窝座和铜魔无敌时看似实力最为接近的两大上弦 但是对于铜魔这只鬼 一窝座从来就没有重点强迫他 在三哥心里二弟不过是个漂亮小丑 在整个十二鬼月中 三哥想挑战的人只有上弦一非死木 之所以瞧不上铜魔 还是因为铜魔违背了他吞噬女子的原则 由此可见铜魔的实力提升方式 正是吞噬女子为主 这和一窝座提升实力的方式 有很大的区别 一窝座成为鬼之后 不断和贵杀队历代处战斗 修炼出了肉气 累积了不少经验 相比铜魔的吞噬 显然一窝座提升实力的方式级别更高 铜魔交手的历代处 不如一窝座来得多 所以他才大意地吃下全身不满剧毒的重铸 被相当乎抓住机会中间 其实铜魔过于自负 也太过于依赖自己的能力 在强大的鬼中有两个软肋 惧怕阳光以及被制人刀斩首 所以 这二鬼中实力强大的鬼 虽然不能避免阳光 但是都对斩首这个弱点下了不少功夫 比如说上弦斯弹天狗的分身家合体 让人难以找到真身 上弦五多鸡和太郎将脖子转变为 富有韧性的一代 让炭治郎无法轻易斩断 还在铜魔之后的鬼都有应对方式 可惜铜魔却认为自己的速度 以及坚硬的扇子和肉体 完全不去斩首才会由此下场 和别人不同铜魔成为鬼之前 并没有受到什么经历 面对父母的血腥似乎没有感觉 他成为鬼是顺理成章的事 以至于他成了最为纯粹的鬼 不像黑子魔和一窝座 他们虽然是鬼 但是渴望更强因此突破的限制 从另一方面而言 他们早已超出鬼的范畴 而铜魔是一只纯粹的鬼 早就被鬼的限制定死 所以想要突破限制是不可能的事 以上就是铜魔无法像一窝座那样 摆脱斩首限制的原因 其实我们仔细一想 乐于老师对于超出限制 这个设定安排得非常精妙 我们刚才说了 超出斩首的限制 无论是一窝座还是黑子魔 他们都会逃离鬼的范畴 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在那一瞬间 归还于人类 既然是人类就会受制于心灵的波澜 开始变得脆弱 所以他们俩在超出鬼的限制之后 很容易就露出破绽 才会被终结 这么一分析 好像无论是超出限制 还是无法超出限制 下场好像都一样哦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伟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我 爱你们 感谢有你们